今天发生了新闻 高雄市长韩国瑜 得到国民党提名参与总统后 在LINE上面成立了 韩国瑜穿云舰 即时讯息通知群传 每天由发言人何庭欢通知媒体 韩国瑜的隔天行程 但何庭欢昨天晚上没有通知媒体 今天中午要举办一个叫做 四季连航翻转台湾 选前100天记者会 这算重要吧 重要 对 重要 结果呢 引发媒体怒火 群企搞爆了何庭欢 何庭欢说 由于昨天还需要 确认今天市长行程时间 因此原本预计在今天上午九点 才发通知 八点五十九分 中午的行程 今天早上发通知 还是要上船的 要上船 你知道吗 我们都不用准备人力吗 九点钟 然后就一个记者问说 请问你是不是电视台出身的 最后这个说 昨天深夜就有媒体写出来 今天中午有记者会跟主题 还有部分内容 请问你还需要确认吗 那我想请问一下一周 这出现什么问题 出现就是一个可爱的女孩 何庭欢长得很漂亮 所以我们不忍苛责 因为很漂亮就不忍苛责 不忍 不忍 所以不漂亮你就苛责 不是啦 我是说 难怪你对我这么凶 我哪有对你 我对你很温柔好不好 但是重点来的 你这是什么标准啊 重点来的 就是说人家 这些记者朋友就是 当然你们韩国也是个大咖 老实讲 即便但现在民调差 但是他也还是一个商疤的 他毕竟是总统后统 所以他的行程 媒体都必须掌握动态 那当然就是要去采访你 然后看你有什么表现 那这种算是很重大的讯息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幕僚团队 因为他们听出 他们有很多小组 策略小组 议题小组 北半党中央 就是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多头马车 我只能说到了选前100 他们非常没有节奏 你看民进党 那也没整合 民进党怕选战 就是一个很有节奏 就是今天要干嘛 明天要干嘛 就是几个月 他们那个节奏感做得很好 就像我们打球一样 你要有节奏 那韩国一团队很奇怪 就是他们没有一个总舵手 就是分头马车 然后虽然他的那些名嘴们 或是他那些名蛋 都很努力帮他辩误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很辛苦 就是说 因为他们就是一个 我觉得就是一个 好 也许他们底下很多明星球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组织 没有一个教练 把他们那个节奏弄得很好 那我刚才讲 何庭官这个情况就是 很明显看得出来 就是说 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然后也没有办法处理 还要什么 难怪那些记者朋友的狡猜 重点是何庭官以前 还是电视台主播 算是媒体的人 应该算是大家 就恋在旧情嘛 你知道如果何庭官不是媒体出身的 可能被骂得更惨 那好歹他还是媒体人 所以这些媒体朋友对他 他也是情绪大的挺绷嘛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 一百天 你看今天穿得多可爱 现在穿得像魯夫一样 我们还漫画的魯夫 因为他现在要找回草根 找回庶民 可是连这么近 这超蜜就是草根 他想要找回他的过去 但是你连这种最基本的媒体朋友 都得罪 那不然就是像之前 前阵前面人家讲说就迟到了 人摄影机在那边等你 你人就没来 他现在改掉迟到的坏习惯 可是他现在改了另外一个习惯就是 他行程不事先通知 那就是 那我觉得 明天这么重要的 是不是表示他很紧急 这个事情是成立 这个时候很紧迫决定的 没有这事情 他都有背板 那个背板都 所以他已经是四千好几个 可能一个礼拜前就已经sell好 这种东西 前一两天本来就应该要发 那何庭文就负责 隔天行程的发布 那他不知道 他说他要再确认 晚间十点 敬请锁定 正知道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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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